说到韩国影视圈人气非常高的女演员,就不得不提到全智贤,凭借爱情喜剧电影《我的野蛮女友》走红,轻易脱出的外表,野蛮霸道的言行,把宋明熙这个野蛮女友演得深得人心。 大长腿和耿直性格,一直受大众喜爱,年轻时候的全智贤脸嫩的能够加出水来,那时候也是很多人心目中的初恋女神,走红后的全智贤并没有关狂拍戏,出道整整20年,全智贤的作品非常少。 从1998年到2017年电影作品只有12部,电视剧作品更是寥寥无几,直到2013年,一部《来自星星的你》,全智贤金秀贤一时间红透霸边天,2017年,和大众男神李敏昊合作的《蓝色大海的传说》,让大家再次看到这个有着独特魅力的女人是怎么样俘获人心的。 大家都觉得全智贤和金秀贤李敏昊特别搭配,CP感很强,也希望他们现实能在一起,不过全智贤欧妮在拍《来自星星的你》,之前就结婚生宝宝了,是的,已经结婚多年了,现在也有二胎了,全智贤的老公名叫崔俊贺,1981年生,是圈外人,不仅长得帅身高185,本科毕业于韩国高临大学, 还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生,出身名门,也算是个富二百,任职美国银行高层,也是一个妥妥的高富帅,大家都说怪不得,看不上金秀贤和李敏昊呢,毕竟自己丈夫已经很帅了,看到崔俊贺的长相大家也是议论纷纷,因为长得还是挺帅的,女神不亏。 据说全智贤和老公从小就认识,也算是青梅竹马,二人日久生情,并最终登记结婚,人气飙升的全智贤也没有把家庭重心落下,而是接连给崔俊贺生了两个儿子,也是人生赢家了。 原来青梅竹马的爱情还是存在的,无论是外表还是内在都十分搭配的两夫妻,也是非常让人羡慕了。 就像赵川说的,女人引以为傲的不是你的身体,而是你善解人意的心。 赵川老师在情感问题上经常能一针见血,比如在赵川老师主持运航的《现在就告白》,第二季里,就解决了不少男女的感情疑惑。 现在就告白情感嘉宾梁时敏曾经说过,感情类型太多,然而我们见过的却很少,不要一直禁锢在一个圈子。 要想不受到伤害,就应该保护好自己,大家在感情的路上也总是会感到迷茫,但是我们都不能因为迷茫就放弃。 在爱情没有到来之前,先活出自己爱的样子,不是所有的女生都是尖送医,也不是所有的男生都是独民俊,但是希望大家都能像圈之前遇到民众的崔俊贺。